抬头 拉伸 近日在南京允和泰中医诊所类 诊所负责人 台湾青年谢允超 正为患者做身体调拟 诊所类 皇帝泪经 上寒论等医学典籍整齐展练 悠悠草药香弥漫四周 我父亲和母亲都是音乐老师 其实他们小时候是让我练学音乐 但是我有点叛逆 读的是土木工程学系 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去练习了武术 因为我从小对运动比较有兴趣 练了大概11个月的永春 在第11个月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比赛 得到了那一届的56公斤级的第一名 习武过程中 谢允超尝试用大学期间学习的结构 医学等知识分析武术招式 他需要讲求的是接触点 是稳定的 我们的力量送出去的时候 劲道送出去的时候 才能够很好的用一个力线的方式 把这个重量跟速度寸进 给传定出去 这个动作 很多师兄弟 包括我自己 在对练的过程当中 总是会有一些抵达损伤 台湾有大街小巷 非常多的中医诊所 非常多 然后我们家门口就有一间 然后只要我有损伤 我就会过去那边 渐渐的 谢允超开始好奇 中医如何调拟修复人体功能失衡 谢允超听从有人的建议 考入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 2018年 他在大陆参加考试 拿到了中医职业医师资格证 而后 他通过实践和再学习 增进对中医的理解 工作一两年 感觉自己 好像对这个工作已经 有一点能够步入正轨 有多余的时间就念书 一番一年后 谢允超感觉自己开诊所的时机成熟了 2019年 他组建团队 在南京开设允和泰中医诊所 一岁的 几个月的都有 刚出生的都有 然后最大的 可能过百岁 我不单单是处理你的身体的问题 我可能还会去跟你聊 可能我们用药可以处理我们右眼看得到的东西 但是它为什么会发生这个 再往源头找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是情绪涨来 这些年 随着业务拓展 谢允超还吸纳了南京中药大学毕业的台湾 香港学弟学妹到诊所工作 中医团队不断发展壮大 我就是毕业了以后呢 就跟着谢先生进入到这个诊所来继续行医 然后一起学习 金约 福武运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刚迹 变化之父母 谢允超表示 中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需要我们建立传承 范查充 者 Straße 让我